好好嚼啊 通常看过盒饭之后 孩子们就可以说 我吃了 然后开始吃饭 但是在八学园 这中间还要加上一段合唱 这也是八学园真特别的地方 校长先生是一位音乐家 他自己写了一首饭前歌 不过 这首歌的曲子是一个英国人写的 校长先生只写了歌词 其实更准确的说 校长先生是把原来的那首歌 换上了自己写的歌词 原来的那首歌 就是有名的划船歌 划啊划啊划起你的小船 轻轻地顺着溪流飘下 啦啦啦啦啦啦 生活像梦一样美好 校长先生换上的歌词是这样的 好好嚼啊 把吃的东西嚼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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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吃的东西 唱完这首歌之后 大家这才说 我吃了 在划啊划啊划起你的小船的旋律中 校长先生非常巧妙地换上了 好好嚼啊的歌词 很多八学院的毕业生在长大以后 还一直以为这个旋律本来就是饭前歌的 校长先生也许是因为自己的牙齿脱落了 才写了这首歌的吧 但其实更有可能的是 比起好好嚼来 校长先生认为更重要的是 吃饭的时候应当花上一段时间 心情愉快地和朋友们交谈着 慢慢地吃 他一直这样教导孩子们 大概是为了防止孩子们忘记 校长先生才写了上面的那首歌吧 总之 大家大声地唱完饭前歌 然后说一声 我吃了 就开始向海的味道 山的味道进攻了 小豆豆当然也是一样 一时间礼堂里安静下来